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napchat视频揭露男子性侵13岁的麻中女孩 儿童喝Whiskey后死亡 祖母和母亲被监禁 哈夫希尔枪击案中的一男子受伤 洛根机场之间的MBTA蓝线服务将于中一开始暂停 波士顿广场的肖像艺术家通过绘画来建立联系 23岁的罗德岛男子贾里德 索尔提斯周六凌晨1点30分左右被警方逮捕 据报道 有人向警方提供线索 称一名未成年女孩被拍到与贾里德在Snapchat视频中 警方说有两名受害者参与其中 贾里德被指控犯有严重的法定 性侵儿童罪和为21岁以下的人采购酒类 其中一名受害者13岁女孩的父亲告诉媒体 他很感谢举报人 并感谢警方迅速采取行动 贾里德以2万美元的保释金被关押 他将于周一在普利茅斯地区法院被传唤 警方发言人告诉新闻媒体 小女孩的53岁祖母和29岁的母亲周五被逮捕 目前被指控犯有一级谋杀 在接到一个报警电话后 警察被派往小女孩的家 警方说这个孩子4岁的陈娜瑞德 在现场被宣布死亡 尸检官办公室说 尸检显示死因是急性酒精中毒 当局说这个小女孩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0.68% 是成年0.08%驾驶极限的8倍多 警员说在调查过程中他们了解到 受害者的祖母强迫他喝下一瓶酒精 而母亲则在一旁观看 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 周六晚哈夫西尔发生枪击事件 一名男子被送往医院 哈夫西尔警方说 他们在晚上7点左右赶到多福尔街的医护人家 那里报告了一起枪击事件 据警方称受害者是一名59岁的男子 被发现时有一处枪伤 并无生命危险 目前他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后出院 警方逮捕了37岁的布罗克顿的杰克·休斯顿 并指控他犯有一项武装袭击谋杀罪 和一项使用危险武器的严重袭击和殴打罪 他将于周一在哈夫西尔的地区法院接受传讯 从4月25号星期一开始 穿梭巴士将取代机场和暴灯之间的蓝线服务 MBTA表示 铁路服务的暂停将持续到5月8号 这是维修海港隧道所必须的 免费穿梭巴士将在市区单向近站循环运行 公共汽车不会在暴灯站停靠 而是要求乘客在市政中心上下班车 从里维斯中心到厂码头将有备用动轮服务 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大约每20分钟一班 MBTA负责人说 将在这些关闭期间完成的工作 将最终为我们的蓝线乘客提供更好 更安全 更可靠的服务 而且时间更短 我们知道这些改道会带来不便 但这些服务暂停使我们能够 加快关键的隧道和基础设施工程 我想感谢我们蓝线乘客 在我们加快这些重要项目时的耐心 如果你在过去五年中 漫步在波士顿公园的主道路上 你可能遇到一个坐在长椅上的人 身上挂着比赛饼盒的牌子 宣传一美元的绘画 那是25岁的艺术家尼克谢 他在2017年开始向路人提供画像 作为一种走出户外 享受乐趣并与陌生人建立联系的方式 虽然新冠打乱了他的日常生活 但自去年五月以来 他几乎每天在公共场所画肖像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在路人开始在TikTok上分享他的作品后 他的受欢迎程度才有所提高 并将他称为一美元画像人 尼克说他很欣赏他的艺术 如何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 人们告诉我 我是他们进入波士顿公园的原因 我认为这很了不起 因为他让人们走到了外面 绘画并不是尼克唯一热衷的艺术形式 他创作音乐 他说他喜欢在公共场所遇到那些 后来在社交媒体上与他联系 并与他的音乐互动的人 对尼克来说一开始只是一种有趣的认识人的方式 后来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对尼克来说他的艺术是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 并将积极的能量注入世界 他也正在鼓励其他的人这样做 以上是这次波士顿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因为他看重的是对家庭的责任 和这个社会的责任的这些人 找到一个学生 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还是 是对家庭的表达自己的 AREA 就算是对家庭的 对家庭的人 有这样有这样的 知道是对家庭的 mesi庭的